今天我想分享一部电影,片名是《海地和爷爷》, 它由润史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利的小说《海地改编》,豆瓣评分是9.0。 这部电影取景于阿尔卑斯山,每一帧都美如童话,被誉为是最温情至于的电影之一。 我认为里面有很多细节都值得慢慢品味。 你的内心有多善良,这部片子就有多美好。 如果你在繁杂的生活中弄丢了纯真,那就通过这部电影把它找回来吧。 海地从小就失去了父母,和姨妈德特一起生活在法兰克福, 但是姨妈不愿意再照顾他了,于是千里迢迢地带着海地来到了他爷爷居住的地方, 希望他爷爷可以收留他。 海地的爷爷是个在万人眼里孤僻又古怪的老头。 一开始爷爷并不打算把海地留在身边,甚至态度也有些恶劣。 当晚,外面狂风暴雨,海地一个人睡在羊圈里,爷爷甚至还让想让牧师把他带走。 海地即使知道爷爷很快就要把他送走了, 但内心还是对爷爷充满了敬意,没有丝毫怨言。 第二天,爷爷让羊班长皮特带海地去山上放羊,海地看见皮特抽打正在打架的羊, 急忙跑过去阻止他,并表示愿意用自己每天一半的口粮交换。 多么善良的人儿呀! 这让常年没有小伙伴陪同的皮特和海地很快开出了友谊之花。 村里的人对海地的爷爷议论纷纷,说他曾经杀过人, 但是善良的海地还是选择了相信爷爷,并给了他一个拥抱。 这个拥抱让一直没有人理解的爷爷余力内心冰雪消融。 在这一天天的相处之下,爷爷慢慢接纳了海地。 冬天到了,皮特到了上学的年纪, 不能每天和海地一起去山上放羊了。 海地没有了碗板,感觉很孤独, 爷爷便自己做了雪橇把海地带到了皮特家。 在皮特家,海地遇见了皮特的奶奶, 奶奶已经失明了,而且牙不好, 咬不动很硬的面包。 在回家的路上,爷爷背着海地, 海地说,我们还算幸运的对吧? 海地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同情心, 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, 并从中感知到自己的幸运。 后来她还寄着奶奶, 帮她攒面包, 真的很令人感动。 一天, 海地的姨母突然出现在了村子里, 要把海地带走, 她告诉爷爷要把海地带到一个富有的大房子里面去, 并叫她读书。 还骗海地说要是不喜欢的话还可以回来。 海地对姨母之前的狠心抛弃, 没有丝毫嫉恨, 仍挤着她的好, 并怀揣着一颗纯净美好的心来到了克拉拉家。 遇见了克拉拉。 克拉拉从小生活在一个富丽的家庭, 过着公主一般的生活, 条件非常好。 但是克拉拉的母亲去世之后, 她便患上了腿疾, 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 海地的天真善良, 活泼开朗给克拉拉带来了一束温暖的阳光。 她会带克拉拉走出那个虽然华丽宽敞, 但是并不能带给克拉拉快乐的房子, 带她去他夏, 还带回了三只小奶猫。 善良的海地是克拉拉的小天使, 是所有人的小天使。 明明她拥有的不多, 但却给周围的人都带来了温暖。 她带给了爷爷陪伴, 给了皮特和克拉拉友情。 给克拉拉的父亲和祖母带来了不一样的克拉拉。 但在管家的眼里, 海地就是一个小野人。 她不识字, 用餐不使用餐具, 回身脏兮兮, 行为举止都不礼貌。 还擅自把病中的克拉拉带出了家。 管家认为海地得到了多少人心中梦寐以求的机会却毫不珍惜。 克拉拉的父亲和奶奶回家后, 奶奶问管家海地怎么样。 这里让人很感动的细节是奶奶并没有听信管家的一面之词,而选择单独和海地相处,并引导海地识字。 奶奶和女管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真正有教养的人不是像女管家那样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,而是懂得去尊重和引导,哪怕那只是一个孩子。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克拉拉如此温柔善良,内心像泉水一样勤烈,美丽动人。 这才是真正的有贵族呀。 海地在这个宫殿式的大房子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,还是忘不了爷爷和皮特,他是向往自由的呀,就像在阿尔卑斯山上盘旋的鹰那样无忧无虑。 之后,海地思想成吉,甚至在晚上梦游。 克拉拉的父亲既不忍心看到海地再这样下去,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再像从前那样闷闷不乐。 即使如此,海地还是在奶奶和家庭医生的帮助之下回到了爷爷身边。 成全别人是多么可贵的品德啊。 回到家的海地忘不了克拉拉,他一直给克拉拉写信。 终于,在奶奶的帮助下,他带克拉拉来到了村庄,看到了海地口中的阿尔卑斯山。 来到村庄的克拉拉,并没有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巨大而感到别扭,他和哈拉拉写了。